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珠 你怎么样 我想是救济复发 不碍事 我再去给兄弟们打些酒来 好 大哥 有件事你能帮我吗 王姑娘吩咐啊 你把那张符拿下来给我看看 那张符是倒是留下来镇腰用的 所以我才好奇嘛 你就拿下来给我看看吧 停 好 好好 对了 你平常都跟我叫小六的 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 大哥 你问这个香不行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快点 爸 不想黄飞不活塞 就吸了这个 尽快去玩怀清的 传阳真源 你知道欺骗师父的后果 万里 没有柳子 没有柳子 估计陪小黄姑娘 喝酒去了吧 好好休息 书房还有油药 我去给你耳来 温姑娘 最近怎么没见柳子 黄姑娘 小黄姑娘 你有什么事吗 王夫人现在 世人世妖还不清楚 进去怕有危险 我要进去 要不你陪我 王夫人 王夫人 姑娘 今晚是你最后的结果 师父是不会放过你 小黄姑娘 你先走 那你不会放过你 公众你还不太好 你看我 阿若 你怎么起来了 来 阿若 又出来害人 王兄 你出来 王兄 我拾得此物 这是夫人的随身处 从不离身 山剑凉亭 故人有约 我们在聊你的话呢 你不是阿若 你到底是谁 他是妖 娘帅有误 我要我杀了你 死亚 阿惠请你看清楚了 他真的是妖 妖女让我来 追 杀了小关 不扒她的皮 我怎么给妹妹送精气呢 我夫人她 小荣不就是吗 她在哪儿 我要杀了她 还真是搏激 刚跟人翻云覆云 转眼就要杀了她 我可真替她感到不值 我真是搞不明白 既然她与你欢和 为何不娶你惊云 就知道这死丫头 对你动得真情 早就劝她不要走师父的老步 她就是 废话真的 你就是那复兴人的后代 是你们这些臭鸟把我害成今天这样 你也认为 是你害了小荣 小荣 小荣泊 小荣泊 你废话也不少 不是 大荣泊 那不是 你 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走师父的老路